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有没有提到说 中共到底最后灭亡的时候 是什么样形式的灭亡 包括中共内部的权斗等等等等 就我个人能理解的 第一 人肯定不知道 人肯定不知道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种辅助的变化 就是在人间所表现显现出来的过程 贸易战是这样的 香港同样是这样的 那它显现的过程呢 我们会看到从一个 如果从这个世不过三的角度来讲 天地人的角度来讲 川普你看就是个人 一个真实的个体的人 与神同情的人 有着真实的 最真实的一面的性格的表现 跟他做事情的风格 里面的最强烈的对比就是 近二十年二十五年以来的精英政策的 对待哪些精英政策本身 精英者的本身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奥巴马就是精英者 克林顿同样是 那是精英者 人说包装文化是为了显示产品的真实 胡说八道 你看现在卖那个 刚刚过完八月十五 一个月兵这么大 他弄个这么大一盒子 对吧 那个月兵估计花了三块钱 那个盒子花了三十块钱 他卖你八十五块钱 到处都是吧 他是不是骗子 所以 川普本身表现出来的 他是真实 香港 你让我说就叫低 因为以香港为代表 整体人叫Be Water 没有一个leader 而他们对中共的态度 上升到天灭中共 是人 由人 由下往上 上升到 天灭中共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周文王 被关在游里 七年 他是由下往上 创造了这个 周易 由下往上 在体会着福西留下来的八卦 他演绎出周易 他是一个人往上走 江子牙不是 江子牙叫人中仙 他是一个修不成的人 结果他师父照 照控着他 给了他宝贝 从上往下走 他是人中的神仙 所以这是两个人要这么佩戴一起的 基本上在中国的历史朝代中 有名的君主 旁边的那个军师 都是人中仙 诸葛亮就是 所以他们是 他们不是 这历史中的王 但他们是这历史中的主宰者 这就是今天 在我眼睛里 你看到的 香港 香港以整体的概念出现 那最后等到什么 感动天 那降灾于中国大陆 中共 这叫天灭中国 马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在分享报道前 先跟大家看一短暂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香港电台自己拍下来的 这是香港大媒体拍的 这是22号的晚上 这是个警车 这是个抗议者拿着燃烧瓶 打了警车 但他没敢打上面 他是打 他是扔在了警车的车轮下面 车 警车本身速度比较快 我们看不到 他是否完全烧掉 有可能按照汽油的角度来讲 他是应该可以找到 但视频后面没有接洽 就出了这么一段 但这段视频呢 同样没有在 我没有在网上看到更多的 喧嚣更多的说法 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 这是暴徒袭击警察 对吧 暴徒袭击警察 中共我也没看到 在中共的什么谴责 什么什么也没有 西方媒体也没有 这里面没有的关键的原因是 这个人 投燃烧瓶的 投燃烧瓶的这个人 你看他在背包上 有一个闪 啪啪啪啪闪 对吧 是一个LED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志器 LED的标志器 警察在过去的时间里 扮演抗议者 在昨天 在22号 21号 苹果日报抓到了 两个女警察 扮演示威者 来诱捕抓捕抗议的人 那这些警察 或在肩臂上 或在后面的背包 或在帽子上 或在手臂上 或在手腕上 套上这种类似的LED 可以发光的标志 因为在黑夜 以方便执勤的警察 打人的警察 别打在他们脑袋上 是一个身份识别器 那在这个身份识别的本身呢 却被很多人都知道了 8月31号比较明显 其实在8月份 7月份就开始有了 到了8月份就比较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知的 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袭击的人带有明确的标志 被人家拍下来 被香港电台拍下来 他有警察扮演的标志 那他是不是警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故事就另外一回事 香港警察在做法中 遍地这么使用 BBC有篇报道 香港警察 我们正在被推向极限 这是我提醒大家 这是后来的照片中 都是这种 叫基石绿的军装 一位级别相当高的警务人员 对BBC在内的外国记者 私底下做出了坦诚的分析 那给我感觉起来是多少 是多少他 香港人还是有香港人特点 有点像林郑月娥 有点像 一个月前 警方有信心控制局势 改变策略 觉得示威者会逃走的 不需要北京介入 而他现在认为 以现有的资源 已经做到了极限 他几乎觉得不可能了 在警察总部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一位高级警司 以一部分记者说 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升级 将使我们减少 其他范围的出警 我们到了极限 我们正在应对当中 如果是在警察总部进行的 那高级的警员 那很可能是他的公关部门的 或者是他的警务处的 行动署的署长 行动署署长 同样他在为警员推卸 就是为香港警察辩护 而这种事情的出现 正是政法委介入之后出现的 什么意思 今天的香港警察 已经意识到 他们没有升迁的可能 他们没有升迁的可能 他们已经开始被淘汰 才会出现 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既表现出温和的一面 又要维护警方的利益 同时又要摘清自己 而且要向北京说不 因为这些高级警司 很多人是外国人来的 什么叫外国人 那林郑玉娥拿的是英国护照 那同样叫外国人 他说六七月份 警员招聘的数字大幅下降 当局被批评 以铁案方式应对示威 不过警员招聘数字 在八月份反弹 告诉前线警员保持事迹 因为只有警方有能力 令这座城市 不会陷入混乱和破坏 这是一种被洗脑式的做法 其实人的这面叫洗脑式 如果你按照生命的角度来讲 就是被附体式的 警察一上街头就会很兴奋 警察一上街头就会很兴奋 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 说在北京城 一到过年过节 将这十一开始扫黄了 那警察就来劲了 打了针了吃了药 类似呢 我尝试说服警员 我们是唯一可以在这关头保护香港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欺骗者 那他去说服警员的话 他绝对不是公关部门的 所以很可能是警务处的副处长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种手腕 这是一种手段 这个手腕也好 手段也好 跟十月一号相关 跟十月一号相关 在我眼睛里 今天已经二十三号 对今天香港的做法 中共跟这个 中共和香港府没有任何其他的策略 民阵已经申请了 九月二十九号 和十月一号的大游行跟集会 所有人都不抱有希望说他会通过 那就是警察会通过 那警察不通过 十月一号特别是 十月一号如果警察不通过 那香港人出来不出来 那一天是 那一天是假期来的 对香港同样是公共假期 如果在那一天 今天的警察 今天的香港 实行宵禁一天 因为他已经把烟火取消了 庆祝十一他取消了 那他如果取消了烟火 去消了香港的任何公共活动的话 他在香港实行宵禁一天 这是可以做到 为了不让在北京出现尴尬的局面 那如果出现宵禁 今天的香港人出来不出来 今天的香港人出来不出来 如果香港人出来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 上百万 那香港警察开枪不开枪 因为你看不出 习近平有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你同样看不出 香港政府有任何独立应对的策略 和解决现实难处的这种手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